裡面的說明不見得很清楚 那你就可以再比照一下我們實作的這個 裡面的程式 從ROM的過程當中 你會慢慢比較能夠具體一點點 OK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就是 利用這個ETEMS BEST ADAPTER 然後裡面必須要實作 實作有四個方法 但是呢 其中呢 其實只有主要這個啦 主要是這個 我要把View怎麼樣建起來 然後呢再放在ADAPTER裡面 這個ADAPTER呢再丟給這個什麼呢 再把它丟給什麼 Greview去顯示出來 那特別注意我剛剛講過呢 Return這個後面一定要加 然後後面的這個大小的部分呢 我剛剛好像本來是180 我把它稍微改小一點 你會發現這個小一點感覺就比較剛剛好 剛剛180似乎太大一點 所以這個另外小縮圖也可以稍微做個調整 OK 那另外呢除了這個地方要實作之外 這個程式必須要實作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地方好像GET COUNT這個地方也要 實作 所以有兩個地方要實作而已 另外兩個好像不用實作沒關係 這個有一個GET COUNT GET COUNT就是說呢 目前喔 總共的這個照片的章數 照片的章數 所以這兩個要實作 另外兩個不用實作 OK之後的話呢 再來就是說 當我點了這張圖要在底下秀 所以呢我必須要在這個上面建立一個什麼 建立一個Listener 這個Listener就是說呢 當Preview被點擊的時候 我要去偵測他到底點了哪一張 哪一張之後的話呢 我要把這個第幾張的圖呢 秀在底下來 所以呢我必須要做什麼事情呢 建立一個事件 那這個事件呢 建立在哪裡呢 建立在Preview上面 所以呢請各位在這個地方建立個事件 那事件呢 這個這個我們的物件名稱叫Preview好了 點 後面有一個set什麼呢 On Item Click Listener 那後面都一樣喔 然後我這邊寫法稍微有不同啊 不過你可以怎麼樣呢 其實你可以在前面再加上 Review點也可以啦 如果你要統一的方法的話 你可以New一個什麼呢 Review點 這樣寫法也OK 有沒有 在哪裡建Listener 在Review上面建一個什麼 On Item Click Listener 然後再一個什麼 小刮壺 大刮壺 後刮壺 讓它新增未實作的方法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 有一些實作的方法 實作什麼呢 實作On Item Clicker的方法 那當我點了其中一個項目之後的話 我可以在Images點Show 就是在底下的那個Image View 點Set Image Resource 要取得什麼呢 哪一張呢 取得我們上面這個陣列裡面的 Image IDS的這個陣列 那應該是第幾張圖呢 特別注意喔 參數裡面呢 就會告訴你 在Possession裡面 所以Possession裡面的話 就會傳過來 如果你點了第一張的話呢 它就會傳過來是多少呢 點了它 它傳過來Possession 就是零 點了這一張 這一張就是一 二 三 四 五 所以你點了哪一張 它就會自動怎麼樣 給Possession 那你就可以透過Possession呢 去取得正確的這個照片的張數 OK 所以只有這一行 那再透過什麼呢 Set Image Resource 去取得什麼 Resource 57